在临床上,猫船腑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这种疾病自然死病死率高达90%以上 并且这种疾病分为失性和肝性船腑 其中失性船腑的死亡时间较短 为3到9周 而肝性船腑的死亡时间较长为3到16周 传染性抚摸炎这种疾病在刚发现的几年里 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死亡率超过90% 但是随着近几年的医疗科技水平的发展 已经找到了针对这种疾病的特效药物 分别是376和441 虽然目前已经找到了特效药物 但是当前这些特效药物治疗这种疾病的治愈率并不是百分之百 大约在50%到60%左右 所以说当您的猫咪被确诊为船腑之后 如果您想要进一步治疗 那么则建议您尽快使用特效药物 并且维持足够的疗程 顺便说一下特效药物使用的疗程为9到12周